好,我们讲完了溶液的浓度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配置溶液 那不管呢,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浓度方法来配置溶液 不管你是用体积木的浓度,重量百分率浓度 还是体积百分率或者是PPM都可以 那PPM可能不是我们平常用来配置的这个目标浓度啦 就代表溶值的量非常非常少 所以呢,我们通常是讲这个重量百分率浓度跟体积木的浓度这两个 那步骤是呢,第一个我们要先计算呢 并取出我们要的溶值的量 第一件事是先搞定需要多少溶值 那确定了以后呢,再把溶值呢 溶于这个非常少量的水中 只要先能溶解就好了 那这个步骤呢,我们通常会在一种特别的容器叫做溶涼瓶 OK,溶涼瓶 这个溶涼瓶呢 它这边呢是溶量的溶 所以呢,溶量瓶 不用三点水 好,那举个例子 它就是旁边这个图的样子 这个下面呢,有一个数字100 你仔细看这里其实是ML 所以我把它写在下面 叫做100ML在这里 那比如说呢,我要配某个溶液 100ML 我就可以选一个这个100ML的溶量瓶呢 来做使用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也是把溶值放在这里面 先加少量的水 然后呢,给它溶解 那你看它这个可以盖起来 所以呢,你可以倒来倒去 把这个溶液呢 做很均匀的这个混合 让它可以溶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呢,用这个吸凉管 再用这个吸凉管 将水呢 加至所需的体积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吸凉管这边呢 它有一圈线 也就是说 当我液体呢 加加加加 加到这一圈的时候呢 就是100ML的时候了 所以呢 你液体就是从下面这样慢慢加 加加加 然后越来越接近这条线 你就要越来越小心 那你为什么要用吸凉管呢 因为你不能够突然加超过 你一旦加超过 这一瓶就要整个重来了 因为你加超过 你加进去以后 你混在一起的东西 你就分不开啦 OK 你这样就变成 你没有办法再倒出一点点的 纯水出来 倒不出来 所以呢 你就一定要很精准的 最后呢 再加最后一滴的时候 刚刚好到达这条线 而能达到这件事情的呢 就是吸凉管这种 特殊的这个小工具 那或许呢 如果我们没有吸凉管的话呢 我们勉强呢 可以用滴管帮忙 不过滴管呢 基本上不是这么精准的一个 器材 所以呢 请大家稍微要记得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好了 我们如何呢 要来配置一个1m的氢氧化那容易 100毫升呢 如何配置 好 那这配置过程呢 应该不会太复杂 首先呢 我们要干嘛 先取出 这个计算 并取出溶值的量 好 我们现在要想一件事情 1m的这个氢氧化那水溶液 100毫升 那含有多少的氢氧化那 那我们知道 体积默耳浓度 我们知道体积默耳浓度 写一下 体积默耳浓度 是等于 溶值默耳素 也就是 溶值 的默耳素 去除以 整个溶液的体积数 对不对 上面 我们回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这样子 溶值的默耳素 除以溶液的体积数 而且单位呢 是用L 所以呢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最终的溶液呢 是100毫升 也就是多少 0.1 升的的话 那我们的溶值 要是几末呢 我们这里就设一个x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最后算出来的 这个浓度 应该要是多少呢 我们要算出来的浓度呢 应该是要刚刚好等于1 所以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x应该是多少 我们应该要有 0.1 more 的氢氧化纳 OK 所以我们要取出的量 要准备的量 是0.1more 可是事实上 实物上 我们并不知道 0.1more 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要想说 我们要取多少质量 或者是取多少重量 的这个氢氧化纳 我们就要取多少质量 或重量 要用质量或重量来看 那我们就记得一件事情 0.1more 我们就记得 more数乘以分子量 会等于质量 那这个分子量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去查一下的的话 你会知道 纳的原子量是23 那氧跟氢你都很熟 氧是16 氢是1 所以呢 氢氧化纳是一个 很棒的化合物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分子量呢 你加起来 你会发现等于多少 等于40 OK 等于40 所以呢 有多少的氢氧化纳呢 就等于0.1more 去乘以分子量 就会等于 我们所要的质量 就是4克 所以呢 结论就是呢 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取 4克的 氢氧化纳 然后接下来呢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 融于也是一样 适量的水中 你要确定它溶解 融于 适量的水中 那最后呢 你再把它放到融量瓶里面 然后呢 最后怎么样 再把水 加至 所需的刻度 OK 当你做完以上这些事情的时候 恭喜你 你就配出了一个 100毫升 然后浓度呢 是1m的氢氧化纳水容易啦 所以这样子你了解了吗 以后化学实验课的时候 如果要配置容易 你会不会了呢 谢谢大家